前两期节目呢 咱们讲了一个伪装成车祸现场的凶杀案 那么咱们今天再来说一个类似的同样的一起车祸 这是发生在安徽复阳 这起车祸呢 造成了一死一伤 本来一开始啊 警方也认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 可是查来查去并没有那么简单啊 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咱们从2015年8月4号说起 这天晚上9点多 复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呢 就接到了报警 就说呀 有一个交通事故现场 赶紧去看看吧 事故的发生地点 是复阳市的一处近郊 因为是郊区 这儿呢也没路灯 现场光线特别差 大晚上的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清楚 在事故现场啊 警方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报警的人叫卢青龙 这卢青龙呢就告诉警察 说被撞这俩人呢 我都认识 大人呢叫尹娇娇 是我的小学同学 小孩呢是他女儿 今年才七岁 我到现场的时候啊 娇娇呢已经昏迷不醒了 但下意识的还能动 可没想到 等120急救车赶到的时候 尹娇娇呢 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孩啊 则被送往医院 进行紧急抢救 这个尹女士 已经是确认死亡了 尸体的位置 距离赵氏车辆停靠的位置 差不多是18米 经过勘察 现场没有车辆 刹车的这个痕迹 尹女士母女俩 骑的那电瓶车呢 就卡在了这辆轿车的 正前方的保险杠下面 照示的是一辆灰色的轿车 车牌号是晚KST186 撞人以后啊 这辆车的驾驶员 扔下车就跑了 通过对车牌核查 发现这辆轿车就是富阳市当地的私家车 连夜对私家车的车主来进行核实 可是这一查呀 发现这车不是私人名下的 而是挂靠在了一个小汽车租赁公司 很快警察呢 就联系上了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负责人姓魏 据小魏回忆 这辆车呀 是8月1号上午10点多 被一个叫月小梅的女孩租走的 说是要去外地出差用 因为这月小梅是女孩嘛 平时收入也没那么高 就想着呀 还租一个租金便宜点的自动挡的车 当时呢 店里边就有一辆奔腾轿啊 大家也应该熟悉是一气的一个品牌 对吧 当时啊 就是小魏去给这月小梅送的车 送到了当地黄庄那边 合同显示 月小梅租这辆车的时候 租赁费用是一天180块钱 约定了这次租赁的行驶里程不能超过300公里 超出的部分呢 按每公里六毛钱来计价 其实咱们现在来看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对吧 一天将近200块钱呢 并且还规定里程 要现在去找那些大的租车平台 对吧 像某州啊 某嗨啊 不赶上年不赶上节 这个价格都能租一个还挺不错的B级车了 这事咱们不详聊啊 在交车之前呢 小魏啊 特意审核了月小梅的驾驶证 可因为月小梅呢 化了一个妆 带着墨镜 头发跟照片上一样 穿的衣服也一样 按照以往的经验 那驾驶证上的人肯定就是他呀 户籍显示 这个月小梅呢 住在富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二天一早 在当地村干部的配合之下 警察就找到了月小梅的家 当时只有月小梅的父母在家 这一找到月小梅的家 警方就感觉不对劲了 为什么呢 月小梅啊 原本就自己长期开着一辆宝马轿车 本身人有自己的车 人还开宝马的 他为什么还要去租车呢 这让警方是百思不得其解 月小梅呢 平时上班 是在岳阳的一家商场里边 警方得知消息之后 赶到了这家商场 就找到了月小梅 面对警察询问 月小梅啊 也有点懵 他说不可能啊 这车不是我租的 案发的时候 我正和朋友聚会呢 没有作案时间 而通过深入的侧面调查 警方就发现月小梅并没有说谎 案发的时间段 确实很多人都能证明 他正跟同事朋友在那聚会呢 经过月小梅辩认 说租车的人用的那个驾照 跟他的驾照 除了照片之外 其他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对方啊 套用了他的驾照信息 但到底是谁套用他的信息呢 月小梅说他也想不出来 他也不认识 调查进行到这儿 线索呀 就断了 就在这个时候 死者尹娇娇的丈夫 吴新健 却主动找到了交警队 说是要递交相关的材料 他什么时候来的呢 8月5号 案发的第二天 递交了尹娇娇的户籍信息 等相关的资料 同时他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 吴新健呢 是开车的 他就说呀 当时他那辆货车的左前轮胎没气了 他呢 就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婆尹娇娇 让尹娇娇啊 来接他回家 可是左等右等 也没等着人 这时候啊 他就有点着急了 就又给媳妇尹娇娇打电话 就问他到了没有 可是这一回一打 没人接 哎呦 没人接怎么办 于是呢 吴新健就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 问尹娇娇出没出门啊 吴新健的父亲就说 他早出门了呀 那这怎么办呢 别出什么事啊 再给尹娇娇打电话试试吧 就尝试着又打了一遍 这回有人接了 是一个男的接的 说是你媳妇啊 让车给碰着了 吴新健说 当时就往那跑啊 跑过去 见到了尹娇娇 说那时候尹娇娇 还能吭声呢 据吴新健回忆说呀 当时尹娇娇还在跟他尝试着说什么话呢 但因为受伤的女儿吵着要见爸爸 吴新健也着急去医院 所以呢 也没听尹娇娇娇在那说话 他怎么也没想到尹娇娇就这么死了 得知尹娇娇死亡的消息之后 尹娇娇的母亲 那家伙是悲痛欲绝 老泪纵横啊 尹娇娇的母亲呢 叫李庆霞 李庆霞说呀 八年前 也就是零七年的时候 娇娇呢 嫁给了吴新健 结婚以后啊 娇娇是能里能外 又孝敬公婆 很快呀 也得到了公婆的信任 于是呢 把他们家里边的生意 就交给了娇娇打理 在娇娇的打理之下呀 他们吴家的生意是红红火火 每年最少能赚二十多万呢 而更让他们吴家高兴的是啊 很快娇娇 又给吴家添丁尽口 生了一双儿女 大女儿七岁了 小儿子还不满周岁呢 就是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 却因为尹娇娇的离世啊 现在可以说是轰然倒塌 惨剧发生之后 李庆霞呢 还担心女婿吴新健承受不了 还总是安慰吴新健 新健啊 你该吃你得吃啊 你该喝你得喝呀 这娇娇啊 是怎么都没了 之后的事啊 需要你忙活的多着呢 你不吃不喝 你哪有劲跑这些事啊 车祸发生以后 尹娇娇的家人 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之中 这边料理着后事 那边办案警察 也不能闲着呀 第一时间就调取了租车的那个人所使用的电话号码的开户信息 这个号码是2015年8月1号才开的户 开户人呢 叫武秋菊 是抚养人 这时候 警方就认为 这个交通肇事的嫌疑人 很可能就是这武秋菊 随后对武秋菊进行了暗访 可这一查 发现这武秋菊啊 案发当天并不在抚养 也就是说 人家也没有作案时间 哎呀 这可怎么办 不行 还是得正面接触一下的 面对突然到访的警察 武秋菊把来龙去脉听清楚之后就说 这手机号根本不是我的呀 至于是谁冒用了我的身份信息 办理了手机卡 我也不知道 事已至此 这就清楚了呀 当时那驾照是假的 伪造的别人的 那么这电话号码 开户的这身份证也是假的 也是伪造的别人的 用虚假的证明来进行注册 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去办理手机号码 显然这个注册的人啊 他的目的很可能就不是为了租车 显然还有其他的某种事情要做 以往啊 也有租车人冒用别人信息 骗取租赁车辆的 但是被骗的车呢 一般都是什么奥迪啊 宝马呀 马沙拉第呀 是吧 开出去之后就不还了 还没有人说专门去骗这种 十来万的低端车辆 显然 骗取车辆这个目的也被排除了 那么这个租车的人 为什么要用虚假信息去租车呢 怎么着才能找出来 这个神秘的租车人呢 这时候警方啊 突然想到 汽车租赁公司呢 一般都会安装GPS定位系统 随后就打开了GPS定位 发现八月一号以来 这个车辆一直没有外出 一开始租车的时候不是说去外地吗 其实啊 就没去 从租下来之后 就始终在那个事故路段前后来来回回的 唯一比较远的就是交车当天 在开发区开了那么一圈 中途在加油站停了一下 可能是加油啊 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 然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事发的路段 这么一来 难道这嫌疑人租用这辆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撞人吗 想到这儿啊 警察都感觉不寒而栗啊 根据GPS行驶轨迹显示 这辆车曾经在开发区的一个加油站加过油 那么如果赶到这加油站 能不能通过监控视频查出来 这个人的长相到底如何 这个人到底有哪些体貌特征呢 警方啊 找到加油站之后 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就是租车的这个女人在停车以后 由于对车辆不熟悉 找不到打开油箱的那个开关 所以本人呢就下车了 下车的正面照 正好被加油站的视频摄像头给捕捉到了 视频显示 当时开车的这个女人穿着白色的短袖T恤 与此同时 另一路侦察员呢 是顺着这个手机号码来进行排查 发现这手机号啊 是移动的号码 所以呢就到移动各个营业厅去逛去呗 这时候也有了发现了 2015年8月1号上午8点半 一个女的到了一个移动营业厅办理手机开户 而这个人办理的正是涉案的那个手机号码 经过加油站的视频 还有那移动营业厅的视频反复比对 确认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和尹娇娇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在加油站里面提取到了监控视频 在移动营业厅里呢 也发现了一个女人去办卡的视频 这一比对两段视频中的女人呢 就是同一个人 把这视频截图之后 警方啊 又找到了那租车公司的老板小魏 这小魏就说 没错 这女的就是8月1号租车的那女的 因为租车证件是伪造的 所以小魏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这时候办案警察又想到了一点 既然这个租车的人套用的是月小梅的信息 那有没有可能本身月小梅就认识这个人呢 于是警方联系了月小梅 让他到交警队来一趟 月小梅赶到交警队的时候 警察正在给吴新剑做笔录呢 做完笔录以后 吴新剑呢就离开了 吴新剑走的时候 正好跟月小梅是擦肩而过 月小梅呢 平时也挺爱说话 随口啊就问了一句警方啊 哎 刚才那人是谁呀 捂着脸也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呢 这警察就说呀 嗨 死者的家里人 可能情绪上比较悲伤吧 哦 还别说 长得跟我一同似的男朋友 还挺像的呢 因为是一句闲聊 所以呀 谁都没往心里边去 随后警察调出来了视频监控 让月小梅来辨认 月小梅这么一看 这这我认识啊 这不莎莎吗 原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同事 李莎莎 而就在这时候 月小梅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哎 我刚才就说 刚才那男的跟我同事男朋友像 就是跟李莎莎的男朋友特别像 是不是他呀 他俩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而且这个男的是不是离过婚了呀 调查进行到这儿 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通了 也都能对上了 傅阳警方啊 认定李莎莎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李莎莎 为什么要撞死尹娇娇呢 难道仅仅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吗 此时 针对肇事车辆 GPS行驶轨迹的司法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这个车辆啊 有一个瞬间提速的行为 案发当天 晚上八点五十五分十七秒之前 这车速一直都是十几脉啊 可以说是归速行驶 到了晚上八点五十五分 三十二秒的时候 也就是十几秒钟之后 突然这速度就提到了三十多码 这也就是说 李莎莎在撞向引骄骄之前 不仅没有踩刹车 还有一个横踩油门的动作 这样侦察员就认为 这应该是一种主观故意行为 那么这一下子可就不是交通找事了 这涉嫌故意杀人呢 毫无疑问 李莎莎就是作案嫌疑人 可此时 侦察员又有了疑问 如果李莎莎涉嫌故意杀人 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这时候 民警突然想到了月小梅闲聊时候的那句话 李莎莎和死者的丈夫 好像是男女朋友 如果这个情况属实 那么这案子基本上也就算是破了 警方啊 随后走访了李莎莎 还有吴新剑的朋友啊 同学呀 生活周边的人们呢 大伙就都反映 说李莎莎和吴新剑两个人 长期在一起 应该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接下来的调查更验证了这个结论 警方呢 第一时间排查了开放信息 近两年来 吴新剑李莎莎两个人在复阳市的大小宾馆 有数十次的入住记录 恨不得每个星期啊都有开放记录 显然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李莎莎和吴新剑是情人关系 那么尹娇娇的死到底是李莎莎一个人干的 还是和吴新剑两个人共同干的呢 这时候啊 专案组就考虑这个问题 吴新剑有没有参与作案 随着对吴新剑展开调查 发现吴新剑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 通过报警人卢青龙所说 他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吴新剑在现场了 可是吴新剑呢 并没有报案 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 不光没报案 也没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第二个可疑之处就在于 警方还没有宣布结案呢 吴新剑多次找到交警队 要求对尹娇娇的尸体进行火化 而以往的交通事故啊 在没有查清肇事者呢 家属都是拒绝火化的 所以吴新剑的这个行为也很反常 警方还调查了吴新剑的通话记录 事发之前 吴新剑和李莎莎有过多次通话 然后停了有一两个小时 吴新剑又用媳妇尹娇娇的手机 给李莎莎发了一个消息 妻子出车祸死了 女儿还在医院里急救呢 换任何人 你也没有闲心思啊 你还给李莎莎打电话发短信 这不正常啊 但目前呢 也只能是怀疑吴新剑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 只能决定对吴新剑进行刑事传唤 因为李莎莎涉案证据确凿 抚养警方决定对他实时抓捕 但就在这时候 他们发现李莎莎已经潜逃了 经过多方侦察 侦察员终于锁定了李莎莎的行踪 2015年8月13号 李莎莎已经潜逃到了四川了 但是啊 还是顺利的把他抓获 李莎莎到案之后 侦察员就调阅了他手机上的信息 吴新剑呢 给他发的短信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就不能出事 我还要娶你呢 不然你就把我害惨了 懂吗 你不能那么自私 李莎莎呢 也回复 有什么情况 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只要不连累你 要我咋样都行 哎 看这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似乎这起案子 就是他们一起策划实施的 侦察员通过短信记录 证实了 吴新剑和李莎莎 为了长期厮守在一起 共同预谋杀害 尹娇娇的犯罪事实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另一组侦察员 迅速控制了吴新剑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到案之后的吴新剑 那是百般抵赖 他说人不是他撞的 他更没有参与事先的谋划 随后警方出示了双方的聊天记录 在证据面前 吴新剑只能低头认罪 他说了 因为我的事情 有我一个人承担就算了 我不想让我们两个人 共同承担这事情 而李莎莎那边呢 也改了口了 说当时是吴新剑 办的假证 让我去租车 然后让我开车去撞 这吴新剑是怎么能下得去手的呀 自己的结发妻子 还有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原来啊 这吴新剑和李莎莎 原本就是一对情侣 就是一对恋人 04年认识的 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呢 李莎莎的母亲 强烈的反对 吴新剑后来都跪在李莎莎父母面前了 求父母答应 但是李莎莎父母死活不同意 后来啊 李莎莎为了父母 这才离开了吴新剑 在这之后 家庭介绍 这吴新剑呢 就认识了尹娇娇 嫁到了吴家 尹娇娇不仅孝顺公婆 还忙里忙外的 撑起了家里边的生意 有时候为了送货 尹娇娇更是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对于这一点 公公婆婆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尹娇娇 人长得漂亮 又很贤惠 村里人呢 都认为 这才是媳妇里边的楷模呢 别人家媳妇都应该学学 可就是这么一个媳妇 吴新剑却不满意 吴新剑也说 作为一个儿媳妇 我老婆 那是百分之百 绝对是个好人 但作为一个老婆 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吴新剑说 结婚之后啊 自己就像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还被别人时时刻刻的约束着 自己心里过得特别不顺心 虽然对尹娇娇不满意 但是吴新剑的小日子 过得呢 还算平平稳稳 可哪知道这个平稳的生活局面 2012年被打破了 这一年呢 李莎莎找到了吴新剑 多次找他哭诉 因为李莎莎呢 饱受自己丈夫的家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吴新剑和李莎莎 这是旧情重燃 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为了能重新走到一起 吴新剑甚至向尹娇娇提出了离婚 但是吴新剑的父母坚决反对 说离婚可以啊 你离开家啊 让娇娇留在家里边 娇娇就是我们的女儿啊 不认你这儿子了 这边吴新剑想离婚离不成 那边李莎莎倒挺干脆 三下五除二把婚就给离了 就等着吴新剑来娶她 一步一步的逼迫吴新剑 在李莎莎的紧逼之下 吴新剑就动起了除掉尹娇娇的念头 案发之前 吴新剑用月小梅的驾照信息 替李莎莎做了一个假证 然后让她拿着假证租车 试图通过制造交通事故来除掉尹娇娇 2015年8月4号案发当天晚上 吴新剑让李莎莎在她家附近等着 然后她打电话 把妻子尹娇娇约了出来 按照事先的约定 李莎莎一旦看见尹娇娇了 立马开车就撞上去 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尹娇娇 不是一个人出来的 电瓶车上还带着闺女呢 李莎莎当时在那等了半天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呢 就跟吴新剑说 要不咱们别办了 算了吧 吴新剑就回了一句 说你看着办吧 李莎莎呢 就决定放弃了 就准备开车走 可过了不到十秒钟 吴新剑又发了一条短信 上面只有两个字 下手 李莎莎看见这俩字 头脑一热 开着车冲着引娇娇 就撞过去了 撞完人之后下车就跑 直到被抓 李莎莎呀 撞完人之后很害怕 凌晨十二点左右 吴新剑呢 给他发了一个语音 说成功了 后来吴新剑也说 他为什么下狠手 他说呀 芝麻跟西瓜 我得保一个 假如芝麻没有了 我不会让西瓜也没有的 西瓜没有了 那我得留着这支吗 反正这俩 我得要一个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 吴新剑和李莎莎 被批准逮捕 而这两个人呢 因为是共同策划 共同实施 所以呢 也没有主从之分 在这起案件里面 都是主犯 咱们最后再说回来呀 总说那句老话 虎毒不食子 但是这起案子里面 吴新剑 不仅是杀害了妻子 甚至亲生女儿 都不顾忌了 还下令让李莎莎 下手 撞上去 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令人发指 为了成全自己的感情 不惜摧毁 双方的两个家庭 更不惜自己 亲生女儿的性命 像这种毫无道德 突破底线的人 无论如何 也不会追求到幸福的 今天咱们要说一起 发生在台湾的绑架案 这起案子本身 其实它并不刺激 也并不新奇 但是这是一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 很值得去了解的案子 在这起案件当中 因为媒体 对绑架勒索的进程 以及受害人家属 警方的动向 无责任的不断的报道 导致绑匪掌握了警方 以及家属的一切动向 最终被激怒 当场撕票 因此现在很多案件 在未被破获之前 不允许媒体报道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那这起绑架案 她的被害人名叫 白小燕 这是一个17岁的小女孩 单看这名字 咱们可能不太熟 但是如果提到 她的母亲 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 她的母亲 是台湾的一个著名歌手 主持人 叫做白冰冰 在这起案件当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画面 1997年4月18号 这一天在得知 女儿被绑架之后 旧女心切的白冰冰 开车前往约定地点 给绑匪交付赎金 但是这个时候 埋伏在暗中观察的绑匪 却看到了一幅 很奇特的场景 在白冰冰的车子后面 竟然浩浩荡荡地 跟着一大牌的车队 有十数辆之多 但是这些车辆 它并不是白冰冰的 也不是警方的 而是媒体的 其声势之浩大 就连路上的市民 也都被纷纷的吸引 那么这其中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还得从头开始说起 这起绑架案 它是发生在1997年4月14号 上午7点45分 当时白小燕正在步行去上学 但在穿过一条小街的时候 突然被三个人劫持 绑进了一辆车里 这三名绑匪 分别是陈进兴 林春生 和高天民 这三个人 在后面有关他们的事情 咱们会再详细的说 被劫持之后 当天晚上 受害者的母亲 42岁的台湾著名艺人 白冰冰 当时正在拍摄专辑 突然就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绑匪表示 说绑架了你的女儿白小燕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去龟山乡的长庚高尔夫球场门口 旁边有一个墓园 去那儿看一看 白冰冰一听 赶紧就来到这个地方 结果在这儿 就发现了很多女儿的随身物品 女儿的裸体照片 以及 女儿的一截手指头 这把白冰冰给吓坏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发现旁边还压着一封信 这封信打开一看 是女儿写的求救信 是这么写的 妈妈 我被绑架了 现在很痛苦 你要救我 他们要500万美金 不可以连号 要救钞票 不能报警 要不然性命休矣 白冰冰看到这封信之后 再看看那半截手指头 那些裸照 几乎是当场昏厥 女儿白小燕 可以说是白冰冰的 唯一的家人 她早年离婚 跟女儿相依为命 如果说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这以后的日子 还怎么过呢 这是白冰冰难以想象 于是她狂奔回家 赶紧报了警 当天晚上 警方就进驻到了白冰冰家里 随时准备捕捉绑匪的 电话来源地点 然而 不幸的是 就在白冰冰报警的同时 媒体 得知了这个案子 按理说 这种案子 绑架勒索 应该严加封锁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对外透露 可是媒体 她怎么会知道呢 原来 媒体在警局当中 有眼线 再加上白冰冰 她在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所以说 这起案子一出 马上就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当天晚上 就不停的有记者 往白冰冰家里打电话 白冰冰非常无奈 她只能一遍一遍的哀求媒体 说这个案子一定不要写 不要报道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 第二天 4月15号 中华日报和大城报 两家报纸 就抢先报道了这起案子 一经报出 不出一个小时 白冰冰家的门外 数十辆采访车 纷纷赶到 场面非常混乱 这个原本是绝对机密的警方 追捕行动 由此 成了新闻发布会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甚至当时好多那边的大官 李登辉啊 连战啊 还打电话慰问 结果当天晚上 绑匪果然把电话就打来了 只问了一句话 问钱准备好了吗 白冰冰回答 还没有 接着还没等他继续问话 绑匪就把电话给挂了 转过头来 4月16号 绑匪再一次打来电话 这次还是问 钱准备好了吗 此时的白冰冰已经手足无措了 他确实在到处筹钱 旧女心切 他要求绑匪证明自己的女儿 白小燕还活着 绑匪表示可以 于是过了10分钟 绑匪的电话又打过来 播放了一个女孩 在读报纸的声音 绑匪说 这是你女儿在读报纸 但是因为当时情况危急 白冰冰也非常紧张 所以他也并不能确定 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女儿的 之后时间来到第4天 4月17号上午 这一天钱终于凑够了 绑匪的电话也又一次打过来了 白冰冰回答说 钱准备好了 绑匪听后非常满意 让他等电话下午再继续联系 很快下午3点半 绑匪电话打过来了 要求白冰冰一个人 出来交赎金 但是一个人去 肯定是很危险的 所以当时他旁边的朋友们 就建议说 让他告诉绑匪 说自己不会开车 得让其他人带自己过去 那白冰冰就这么说了 结果绑匪一听呢 就嗡了一声没说话 然后马上把电话就挂了 这怎么突然挂了呢 正当他奇怪的时候呢 绑匪又把电话打回来了 非常愤怒的对白冰冰说 你撒谎 你女儿说你会开车 所以很明显 绑匪这是去问了白小燕了 问他妈妈会不会开车 白小燕呢 肯定是如实回答的 不过呢 虽然说这谎言被绑匪揭穿了 但是这也恰恰给了白冰冰 给了警方一个提示 这说明白小燕还活着 这让他们如实重负 稍微放松了一点 于是一个小时以后 白冰冰带着钱 出门赴约交赎金 警车呢就伪装成出租车 也紧随其后 但是很快 他们就无功而返了 因为很多媒体的车 全都在后边跟着 那绑匪根本就不敢露面 当时警方也特别生气 下车骂那些电视台的记者 结果没想到呢 那记者还不高兴了 不干了 全都义愤填膺的说 绑匪不撤 我们也不撤 所以说呢 毫无疑问 这第一次抓捕 还没开始 就失败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绑匪又打了好几次电话 但是因为他们使用的 一直都是偷来的移动电话 所以警方始终无法锁定 他们的位置 4月18号和4月19号这两天 是绑匪和白冰冰 联系最多的日子 期间绑匪多次约定交付赎金的地点 前前后后总共换了七个地方 从台北市 台北县 桃园县到处都有 但是一直没有露面拿钱 原因很简单 每次白冰冰前往约会地点 都会有大批的采访车 有媒体跟着 躲都躲不开 末了绑匪实在也是没招了 在4月19号这天 绑匪打电话 让白冰冰暂时偷偷的搬到其他地方住去 其实呢 这很明显 说明绑匪已经发现白冰冰报案了 不然的话呢 也不会一直有这么多媒体总跟着他 所以说为了自保 此后的四天半当中 绑匪没有再跟白冰冰联系 但这一下把白冰冰疾疯了 每天都等着绑匪电话 一直不来 消失了四天 好不容易来电话了一接 发现是记者采访的 每一次呢 这位可怜的母亲都对记者哭着说 求求你们不要再跟踪了 离得远一点 但是这当然都没有用 无论如何 就像是白冰冰所担心的 绑匪的长时间沉默 的确意味着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事后证实 18号傍晚 几名绑匪处于对白冰冰的报警 以及媒体跟踪 导致他们拿不到钱的愤怒 对白小燕是拳打脚踢 并且强奸了这个17岁的女孩 19号凌晨 身受重伤的白小燕 开始不停的发抖抽搐 最终因为不堪殴打 导致肝脏破裂 腹腔出血身亡 21号凌晨 绑匪们把白小燕的尸体 丢弃在了台北县泰山乡 中港大牌的排水沟里 然后逃之遥遥 那么这起案子 也就暂且告一段落了 其实这起案子 咱们先抛开这对母女和媒体不说 先说说台北警方 台北警方他们办案的手段之粗糙 指挥系统之凌乱 通讯设备之欠缺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也间接造成了白小燕的悲剧 别的不多说 就说在第一次跟绑匪碰头的时候 警方原本是有几辆车 护送白冰冰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指挥车有问题 无法发挥指挥的功能 导致各个行动车辆的通讯设备 根本就不能用了 甚至后来因为绑匪多次更换街头地点 期间有好几辆车 直接跟丢了 直到案件末期 4月20号之后 警方终于通过期间的这些电话 锁定了绑匪的位置 马上展开抓捕行动 但是没想到这绑匪当中的主犯林春生 早就已经得到风声提前逃走了 而且临走之前 他还偷偷的回到案发的出租屋里面 烧毁了所有的物证 而另一个主犯陈进兴 虽然他没有提前逃跑 但是呢 也在警方实施抓捕的过程当中 跟警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枪战 然后开车逃逸 所以说到末了 警方只抓到了一个绑匪的家属 也就是陈进兴的妻子 但是呢 他对这个案子根本就不知情 他也不知道白小燕的下落 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后来到了4月26号凌晨 案发12天之后 警方没招了 被迫公布案情 这一瞬间啊 各大新闻媒体 不论是大小 都开始疯狂的 事无巨细的 报道这起案子的所有细节 包括案发当时 白冰冰在这个路边的 冰廊摊上接电话的照片 警方追捕的行动等等 全给报了 那么警方之所以在这个时候 公布案情 其实也是出于无奈 一方面的抓捕绑匪 并不顺利 需要借助广大群众的力量 征集线路 另一方面呢 那些无良媒体 其实也报的差不多了 公布公布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尽管说呢 警方当时公布了案情 但是几天下来 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绑匪还是逍遥法外 直到两天之后 4月28号 白小燕的尸体 在那条排水沟里面 被人偶然发现了 那至此 也确定了被害人的情况 尸体的确很惨 全身赤裸 被绑了六颗毛钉 头部遭受重创 舌头外吐 浑身瘀青 死状非常的凄惨 至此 这起案子 白小燕遭遇绑架 14天之后 最终发现 绑匪已经撕票了 这可以说呢 是预料之中 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预料之中 是因为那些无良媒体 大肆报道 激怒绑匪 只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说撕票 也是预料之中 但是意料之外 是因为伴随着 白小燕的尸体被发现 这起案子在台湾当地 开始迅速发酵 发展成了一起社会世界 进而甚至成了政治世界 其影响之深远 声势之浩大 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具体怎么回事 都有什么细节 在上级当中 咱们说到白冰冰的女儿 白小燕遭遇绑架 由于其身份特殊 而且警方内部有眼线 所以媒体随时跟进报道 最终导致这起案件 由一起非常保密的案件 变成了近人皆知的一个新闻 而绑匪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随之被激怒 最终撕票 这个情况可以说 是预料之中 但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预料之中 是因为那些无良媒体 大肆报道 激怒绑匪撕票 其实是早晚的事 但意料之外呢 是因为伴随着白小燕的尸体 被发现 这起案子开始迅速发酵 发展成了一起社会事件 进而甚至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 这是台湾当局都始料未及的 1997年4月28号 白小燕的尸体被发现 她的惨死被证实之后 群众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对当局的抨击不断的升级 那么在这个阶段 大伙愤怒 是因为这起简单的案子 竟然迟迟没有破获 最终导致绑匪撕票 酿成悲剧 这是大伙不能容忍的 而且当时还有媒体报道 说就在白冰冰召开记者会 呼吁李登辉 关心关心岛内的治安的时候 发现这李登辉 正在高尔夫球场里边打球呢 这则新闻一出 那更是加重了群众的愤怒情绪 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 因为这起案件发生 近九成的民众 开始担心未成年子女的安全问题 一时间 台湾当局的声望是大幅下跌 事情愈演愈烈 两天后4月30号 有5万民众走上街头 呼吁总统认错 撤换隔魁 呼出这样的口号 各大社会团体也开始参与其中 有130多个民社团体 一起举办了一个为台湾而走的行动 后来5月8号 时任政务委员的马英九 还发表了不知为何而战的声明 为这起案子负责 辞去了一切公职 转到学校 去法律系教书去了 10天之后 5月18号 影响进一步升级 数量更多 总共有500个民间团体 一起来了一次 用脚爱台湾的活动 数万名群众 在总统府前抗议示威 那么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之下 当时李登辉不得不同意 撤换隔魁 让行政院院长连战 下台了 那么此时我们发现 这起案子 已经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政治效应 由于民众对罪犯的行为痛恨至极 社会上呢 也弥漫着各种乱世用重点的情绪 那这也标志着台湾的治安恶化 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民众们非常的愤怒 一遍一遍的呼吁 要求当局检讨现行的假释制度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怀念说 当年那种戒严时代的治安状况 这种社会情况的出现 是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 咱们再说回这几个绑匪 林春生 陈进兴 和高天民 这仨人在之前的抓捕过程当中 全部逃脱 但是在他们逃亡期间呢 也并没有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 甚至还两次给媒体写信 把自己装成非常可怜的样子 控诉警方 说警方刑讯逼供陈进兴的妻子 以此来嘲笑警方 而且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在逃亡期间 这伙人仍然在持续犯罪 期间警方动用了上万警力 不断的排查搜索遁守 但无一所获 期间 仅仅是陈进兴这一个人 他就犯下了九起强奸案 两起杀人案 一起勒索案 可能当时这个台北警方也实在是抓不住 没办法害怕了 把当时的这个警政署的署长叫姚高桥 他竟然开始隐瞒案情了 这案子接连发生 他不敢上报 全给摁下了 不给上级汇报 以至于后来那边的最高当局都是经过媒体报道 才得知陈进兴他们竟然还在继续作案 那这起事件一出呢 又一次动摇了社会人心 不过呢 这话还得说回来 这警力毕竟投入的是越来越多 侦查范围呢 也越来越大 那这会儿绑匪的活动 他们的范围 当然也在逐渐减小 最终在97年8月19号 逃亡四个月之后 林春生在台北市五常街的一栋改建的警察宿舍内 被警方击毙了 之后又过了三个月 11月17号 高天民在台北的北投区石牌路的一家油压中心 被警方包围 最后他自杀身亡 但是除了这俩最后一个陈进兴 此时仍然是逍遥法外 看到两个同伙接连落网了 他生气了 准备做一起风云色变的大案子 的确他做了一起大案 11月18号 也就是他的前一个同伙高天民被捕的第二天 这天傍晚六点钟 他闯进了南非驻台湾的武官 叫卓茂奇的官邸 把这卓茂奇一家五口人 全部绑架 作为人质 这五口人的毕竟是外国人 分量肯定大一点 于是呢 陈进兴以此作为筹码 提出条件 首先要求各大媒体来采访全程直播 然后呢 要求要见一下妻子 还要求去见一下检察官张振兴 这消息一传开呢 赶紧满足 很快这个南非这个武官的官邸外面 就聚集了大量的警察和媒体记者 然后双方也就由此进入了僵持阶段 但紧接着呢 发生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19号零点开始 陈进兴开始接受电视台的电话采访 在全台湾观众面前 直播谈了两个钟头 那通过这个电话呢 他伪装成一个非常委屈的样子 倾诉内心的不满 而且更加奇葩的是 有很多记者 为了避免刺激他 以一种近乎讨好的方式 向他提问 就好像他成了一个受害者似的 而这种奇葩的形式 也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观众心理 人们担心人质安全 但同时呢 似乎也开始对这个罪犯的情况产生疑惑 说这个人到底是可恨呢 还是可怜 大伙也闹不清了 因为首先你采访的时候 你这态度就很摇摆不定 大伙作为观众更迷惑了 而且更加讽刺的是呢 这陈进兴他在屋子里面啊 他能够在这个屋子里客厅的电视当中 通过电视节目看到现场直播 能够看到外面这警方的部署和警方的动静 就这样 他们双方坚持到了19号清晨7点20 检察官张振兴 终于开始了对陈进兴的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笔录 到10点40分 陈进兴的妻子张素珍来了 进入现场和陈进兴见面 协助警方劝降陈进兴 后来经过一个小时周旋11点48分 陈进兴终于同意释放一个人质 释放了一个只有七个月大的小婴儿 当时呢甚至有很多政治人物 也赶到现场啊 表示关怀呢还 其中民进党的谢长廷律师 表示愿意为陈进兴的家人辩护 随后他就进到了这个官邸里面 和陈进兴进去交涉 前前后后去了两次 并且最终顺利的带出了一个12岁的人质 至此在房子里面人质还有三个 之后直到晚上7点54分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谈判之后 陈进兴终于把最后一个人质也给释放了 然后他在妻子的陪同之下走出官邸 结束了这场长达24个小时的人质皆失事件 那么至此 这起白小燕绑架案也终于算是落幕了 但对于岛内居民来说 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个纯洁女孩的生命 而是人们对身家安全的基本的信心 那么这起案子很简单 其实并不复杂 可是纵观他的开头经过和结尾 我们应该都能发现 他却有那么多的 那么一股子别扭劲 哪别扭呢 哪都别扭 这起案子本身 他有自己的特殊性 被害人是台湾的知名艺人的女儿 罪犯呢 是三个无恶不作的混蛋 甚至在逃亡途中还连续作案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我们说这起案子不在于他有多么血性 也不在于罪犯有多凶残 更不是为了说 当年台湾警察的不作为 不是说他们能力不足 毕竟这个说了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那这起案子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 害死白小燕的到底是谁 我们要说的是不仅仅是绑匪 还有台湾的媒体 如果彼时某些台湾的媒体 能够守住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 如果那些人不是为了抢新闻 而丧心病狂 道德沦丧的话 白小燕极有可能不会死 女儿被绑架 绑匪不让报警 但白冰冰仍然选择报警 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这表达了她对警方的信任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 警局当中竟然有媒体的眼线 这类绑架勒索案件本来就要保密 保密再保密 透露一丝风声 被绑匪发现了报警 人质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但是我们反观这起案子 警方内部可能还没全通知到呢 媒体一下子全给报了 就为了抢这个头条新闻 就为了正内流量 为了女儿的安全 白冰冰也曾经苦苦哀求媒体 不要写不要报 但是并没有用 大量的媒体蹲守在她家门口 对她和警方的一举一动 事无巨细 全部进行报道 这还仅仅是明面上的 暗地里面 甚至有一些更加过分的媒体 用某些高科技手段 灰探屋子内部的情况 甚至有的化妆打扮成卖水果的 或者送快递的 潜伏在他们家周围 对每一个进出白家的人进行追问 不顾当事人的感受强行采访 也正是这些行为 导致绑匪对警方和白家人的动向 和意图是了如指掌 最最最过分的 就是开头我们说的那个场景 白冰冰根据警方的安排 带着输金去和绑匪见面 结果后面跟了一排车队 警察赶都赶不走 是没错 你跟着 你的头条新闻有了 但是你想想那绑匪还敢出来吗 他不敢出来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绑匪最终失去耐心 选择了私票 把白小燕残忍杀害了 但事情到这 他还没结束 尸体被发现之后 白小燕惨死的尸体照片 又一次被媒体争相报道 刊登在各大报刊头条 某些媒体更过分 甚至请了一些所谓的专家 来眉飞色舞的对照片做分析 大肆探讨 探讨这个绑匪 是如何虐待 如何性侵白小燕 这尸骨未寒还没下葬呢 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无法容忍 再说说最后 陈进兴和警方的那段对峙 那段时间 他作为罪犯 他在电视上极力伪装 把自己说的很惨很可怜 说自己被逼无奈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谁都知道这是伪装 但是有些无良媒体 就顺水推舟 倒打一耙 借此机会大肆渲染 说这个那边警方无能 就差把陈进兴给弄成受害者了 所以说 种种原因杂揉在一起 这起案件 它不但最终成为了台湾当年 影响最大的事件 甚至也是国民政府搬迁到台湾以来 发生的最重大的治安事件之一 这起案件 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的职业准则 遭遇社会责任的时候 当法律规定 遭遇公众利益的时候 媒体应该真实 全面的叙述 所发生的事实 应表现社会目标和价值 而不是迎合大众 或迎合部分人的利益 更重要的 作为新闻媒体 需要明白自己能报道什么 要怎样去报道 对于涉及个人隐私 等等方面的报道 一定要慎重 假如当时台湾媒体 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许17岁的白小燕 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 总而言之 这起案件的发生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不论是世界上什么地方 对于这种未侦破的 存在风险的案件 不负责任的报道与传播 都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份经验 不只要给媒体 也要给我们 也正因此很多 未破获的案件的相关资料 我们虽然好奇 但是不论我们怎么找怎么查 却始终不得而知 相关部门不给透露 这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故意藏着掖着 而是出于对被害人安全和利益的考量 是为了社会和谐 为了长治久安 分数人的怪物 好的 你为了